你会不会被资讯爆炸所苦 似乎永远都追不上这个时代的脚步 想要找到思考跟创造的新方法 并且更有效地管理你的资讯生活吗 今天我要分享的这本书叫做《第二大脑》 就是教你如何利用数位笔记工具 打造一个更好的知识管理系统 让你可以更聪明地思考 更有智慧的生活 《第二大脑》这本书的作者叫做图子佩 他是前阿里巴巴的副总裁 现在是一位大数据思想家还有科技作家 他以前写过的书包含了大数据 还有数据之巅等等的 总销量已经超过100万册 那在这本书里面 他就提出了一个称为《第二大脑》的解决方案 用来应对我们现代人 会面对的这种资讯爆炸的挑战 作者他认为 所谓的《第二大脑》 就像是我们天生这个第一大脑的一个数位副本 就是通过这个数位工具来记录 还有备份我们大脑的这个思考过程 形成一个储存在大脑外部的数位记忆体 那这种管理跟记录资讯的方式 通常是用数位笔记工具来做实现 例如大家常常听我提过的Notion Evernote Obsidian 还有我现在最常使用的Heptabase 那在这本书里面呢 作者他就是用一款免费的笔记软体工具 叫做LogSeek 作为这个范例 那他介绍了一款《第二大脑》的这个实践方法 如果你本来就有在研究 或者是使用相关的笔记工具 你想要有效的处理资讯 达成更好的思考 做出更聪明的决定的话 这本书呢 就非常适合你来阅读 那我自己本身就身为这个笔记软体的重度使用者 这本书呢 也带给我的一些不同的启发 好 首先我先来分享一下 这本书的特色是什么 我认为啦 这本书的特色就是在于它的操作感非常的强 作者呢 一开始还用一些简短的篇幅 介绍了一下这个《第二大脑》的重要性》 他提到说啊 其实所有的技术都像是人的一个延伸 例如说啊 望远镜就是我们眼睛的延伸 汽车就是双脚的延伸 那飞机的话 它是一个翅膀的延伸 那从这个哲学意义上来说啊 人本身就是不完整的 是残缺的 是需要依赖后天的弥补 那该怎么弥补呢 就是依靠工具跟技术 那第二大脑 就是我们这个原始大脑的一个延伸 当我们拥有一个数位工具 可以承载我们大脑的思考跟记忆 我们就等于比别人多出了一个工具跟技术可以使用 然后啊 作者他就把大脑跟笔记软体 做了一个很有趣的类比 像是啊 一则笔记内容的一段话 可能是50字到200字的段落 在笔记软体里面就会被称作为一个区块 一个block 就像是人类大脑的一个神经元一样 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最小的知识的元素 那笔记软体里面的标签 叫做tag 这个标签就区分出了很多不同的主题 还有状态 这个就像是人类大脑里面的图处 我们就可以想象成是神经元延伸出来的那些触角 这些触角又会连结到其他的神经元上面 这样呢 就像是在一个主题底下 有很多很多的知识元素 所组成的这个主题一样 接着啊 笔记软体里面的页面 就很像是人类身体的这个反射区 那反射区负责的就是一些自动产生的反射动作 像是这个肚子饥饿的时候就会流口水 手被烫到的时候就会缩回来 那么笔记的页面里面 如果用标签来进行筛选的时候 就会看到特定的标签主题底下 有哪一些已经写过的笔记区块 自动会产生在这些页面上 让我们一次性的可以浏览跟整理 所以啊 作者他就透过这个大脑跟笔记软体的类比 教我们怎样一步一步建立起每一个元素 书本里面呢 有大量的这个步骤还有范例来说明 尤其是对于LogSeek 这个笔记软体的使用者来说 就像是有人手把手带着你做笔记一样 而且这本书啊 还有一些比较难的部分 适合比较Hardcore的这个使用者 像是啊 搜寻笔记的程式语法 还有筛选笔记之间关联性的这个关联图 该怎么样做 那最后啊 这本书的操作方法 大部分我认为啊 都适用于其他同类型的这个笔记软体 如果你正好烦恼着要怎么操作自己的笔记流程 你可以参考看看作者的方法 那么接下来要谈的是这本书给我的启发 首先第一个 最重要的真的是记忆力吗 接下来我就来谈一下 第一个就是关于一些记忆力的迷思 作者就提到说 为什么我们平常啊 看过啊 听到这么多的资讯 却都记不起来呢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啊 从我们有印象 到我们认识理解跟掌握 这条道路呢 是非常的遥远的 也非常的崎岖 那许多人啊 不过就是在这边走走 然后在那里看看 走马看花的漫游者 那因为自己的懒散跟缺乏毅力 永远都停留在印象的附近 没有办法真正的抵达 认识和掌握的程度 那根据这个啊 科学研究就指出 如果大脑牢牢的记住一个东西 它就必须对输入的资讯 进行深入分析 透过这个关注新的资讯 并且以有意义的方式 跟你自己旧的知识 去把它连接起来 而当我们没有去注意一个想法 或者是一个体验的时候 大脑的神经细胞 就会在短短几秒钟之内 失去一个兴奋的状态 记忆呢 就会从脑海当中逃脱 只留下轻微的这样的印象而已 那这段描述来 就让我产生一个启发哦 我认为啊 任何标榜着说 如何记得所有东西的这种文章啊 影片或是任何形式的内容 它就只是像一种 在利用人性弱点的标题档啊 因为我们总是一厢情愿地抱着希望说 总会遇到某一个神奇的方法 帮我记住所有看过的 听过的 学过的所有东西 就是那种 生怕自己会错过什么 忘掉什么的那种感觉 其实就是现代人 常常见到的一种症状 就是对于知识的错失恐惧症 就是一种FOMO 然而啊 这是一种很严重的迷思哦 因为人们是过度高估了记忆力啊 其实啊 面对新的知识 优先的态度应该是 不要求记得啊 而是要先求理解 因为呢 真正将知识内化的人 他们会明白一件事情 你不需要记得所有东西 而是你尽管忘掉了大部分的东西 在你需要的时候 你还是能够及时的取用它 也就是说啊 从你自己的第二大脑来取用 我们不需要强求自己去背诵一堆的数据啊 跟事实 而是透过理解 跟建立关联性 来内化知识 重点是在于思考跟分析 而不是填压式的记忆而已 就像是现在 很多的企业都会强调 员工的批判思考跟问题解决能力 而不是单纯的知识记忆力 学术界也有越来越多的这个教育者 都开始鼓励学生去理解跟思考 而不是死板的背诵 这个就是第二大脑要鼓励我们去做的事情 不是死板的记录资讯 而是把笔记当成一个活生生的有机体 是一种会成长 会连结 会产生新想法的工具 就像我在前面提到的这个批语 大脑的神经元 突出还有反射区 需要不断的被活化 被提取 被使用出来 才能够形成更有意义的记忆 让我们能够认识还有理解 跟掌握更多的东西 所以我们头上的这颗大脑 它的能力非常的有限 当它要汲取新的东西的时候 它用的不是消防酸 而是用吸管 它是必须一点一滴的去汲取 那么再来第二个启发 就是我会问说 怎么样去摘入金句比较好呢 因为很多读者就问我说 看书的时候就摘入了很多书里面的金句 画了一堆重点 那之后想要去引用它们的时候 该怎么做比较好 作者他在书里面是这么说的 只有一种情况之下 我允许自己摘入 那就是我们确实会碰到一些前人的总结 书写的一些人生哲理 千古金句 它们是非常的经典 读下来之后你一个字也不会想要改 也很难改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才能够毫无压力的 原汁原味的摘入 然而他也提到一个重点 在你完成摘入之后 我们还是要对这个细节去进行思考 找出说它如何跟其他的区块去做关联 只有这样子才能够在建立我们第二大脑的过程当中 同步的完善我们的思考能力 如果你只是单纯的摘入行为 就是完全的复制贴上而已 那你就只是复制了前人的思想 这是一种很懒惰的行为 因为这样子打造的第二大脑 它只会成为一个数位资料库 而不是一个可以辅助我们自己思考的工具 那我也从这段话获得了一个启发 那就是引用金句是一个透过实践而学习而得的技能 像是我自己在过去两年 我就经常使用卡片和笔记法 那卡片和笔记法有两种笔记的类型 第一种叫做文献笔记 这个就是摘入别人的想法 那第二种叫做永久笔记这个类型 是用自己的话写下对于这个想法跟资讯的简单解释 而不是单纯的去摘入全文而已 然而我们是不是要严格的去区分 什么是文献笔记 什么是永久笔记呢 我自己认为不需要这么严格的区分 因为有的时候就像这本书的作者提到的 来自原作者的这个金句已经有太简练 太精确 很难再做进一步浓缩的这样经典的一个句子 甚至有些原文是富含着诗意 而且极度优美的 更好的方法或许是可以融合两者 就是说你可以替一段你想要引述的金句 写一个开场介绍 并且你根据当下你写的这个文章脉络 给出一个符合脉络的这个总结评论 而不是说眉头眉尾的 就直接呈现出一段金句的原文 例如说什么 我们可以先简介一下 作者当时在说出这句话时候的这个背景 跟他的脉络 用我们自己的口吻去重新的描述 部分的描述或全部的描述都可以 你就看你的脉络跟篇幅而定 并且在引用之后 你可以添加一些有助于读者去理解的评论 那以我自己的个人经验来说 引用金句就是透过大量的实践 而学习而得的技能 你不需要很厉害才能开始引用金句 而是你要先开始练习引用金句 你才会变厉害 那么再来第三个启发就是 结论不是最重要的 过程才是 像是小时候啊 我们在学校的时候 都会想要把所谓的这个标准答案记下来 因为这样子你才可以考试考得比较高分 结果啊 到了长大之后 你就开始想要学习更多的知识 处理更多的资讯 撰写更多笔记 这个时候呢 去把这种坏习惯带过来 我们总觉得自己好像要记录一堆的重点结论 就好像是看到一个很厉害的结论 就觉得自己非记下来不可 结果是什么 我们可能记录了一堆的结论 好像是这种结论就是说 第二大脑可以帮助你掌握更多知识 或者是另外一种结论 叫做第二大脑可以让你有更好的职场表现 这种结论的描述方式 他就只是在讲一个结论而已 我们乍听之下 刚刚那两句话好像很有道理 觉得说把这个结论记录下来就够了 偶尔还会觉得说 自我感觉良好 感觉好像自己储存了很多知识一样 真正的问题是这些结论对我们到底有什么帮助呢 我们知道这个结论是怎么来的吗 在什么情况下会产生出这种结论 什么情况下不会产生出这种结论 所以作者他在书里面提醒我们一件事情 对于这个第二大脑的笔记态度 应该是这样子的 结论甚至可以不记下来 但是细节还有前提却不可以不记 这是因为结论总是建立在这个 你已经了解了细节的基础之上 如果你已经掌握了细节 那么就可以从细节推导出结论 但是如果我们只是知道一个事情的结论 而不知道说这个结论到底怎么来的 或者不知道基本的逻辑 那你就等同于你其实不知道这个结论 所以我们必须明白 现在的网路跟数位资讯 早就爆炸到太多太多了 世界上根本就不缺结论 也有一堆人只想等着答案 只想要别人直接告诉他们结论 而他们忽略了一件很根本的事情 就是一件事的过程跟细节 才是最有价值的 也就是说 面对一个新知识 我们必须带入自己的背景情况 依据自己的资源 根据自己的故事 才能够有更深入的讨论 也才能够有更全面的分析 要做到这种程度 推导出来这个结论 才是有用的 而我认为 做笔记这件事情的本身 就是一种持续在练习 就是一种持续在练习 推导过程的一种行为 这个世界上真正有价值的 不是到处都可见的结论 结论真的太多了 而是我们身而为人 知道推导过程的这种能力 我认为才是真正有价值的 那么最后 我们来总结一下 我认为 第二大脑这本书 是一本富含了原理 还有操作方法的书 对于个人知识管理 有兴趣的读者 你读起来会觉得特别的有意思 如果你刚好有在使用 Logseek这个笔记软体的话 那这本书应该是目前市面上 唯一讲得这么深入的了 那讲到这边 我猜会有很多读者很好奇 这本书和之前我提过的另外一本 打造第二大脑有什么差别 就是这一本 打造第二大脑 我认为它比较像是一本 基础入门的书 它让我们可以了解 第二大脑的好处 然后分享了一些 简单好执行的流程 让我们知道 怎么样处理大量的资讯 拥有更好的专案管理 跟生活规划的技巧 这本书我认为 它强调的是一种 工作流程的概念 也就是workflow 那么另外一本 今天介绍了这一本 第二大脑 我认为它比较偏向于 个人知识管理的 实际操作方法 它的难度会比较高一点 可是也讲得更深入一些 特别是针对软体的操作 以及一些程式码的应用方式 这本书强调的是一个 对于知识的处理的态度 它比较偏向是一本 处理知识的方法论的书 最后 无论你是不是对这两本书 有兴趣 或者说你准备要起步 我们都可以思考一下 作者它所提出的一个问题 我认为非常的有趣 他说一个高效的 有用的 能够和你自己的第一大脑 去配合的第二大脑系统 可能需要你投入好几年 甚至几十年的时间 去精心打造 可是想象一下 如果在不远的明天 如果人人都拥有 这样的第二大脑 而你没有的话 那会怎样呢 OK 那节目到这边 就进到了尾声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欢迎订阅下一本读什么 你也可以订阅我的免费电子报 每周收到最新的读书心得 还有好书金句 我们就下次见啰 拜拜 你的人生里有哪些后悔呢 在年轻的时候没有好好念书吗 或者当初没有跟暧昧的对象告白吗 后悔是一件坏事吗 还是我们误会它了 欢迎你前往另外一本说书 后悔的力量 我会跟你分享 为什么人类会后悔 后悔有什么好处 我们可以如何转化 让后悔发挥它真正的力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